您对北京的房价有什么观感吗 不敢关心 这两年是好点了 比原来强多了 原来太闹腾了 比原名我感觉特别高 其实还好 目前的话 因为限于工资和工作 我们不一定会在北京之一 购房我应该不会考虑在北京 那你会在哪 可能会更多的找找 杭州和武汉这些地方 这些正在崛起的新一线 或者说二线上市 首先你在北京之夜 首先要有户口 户口也是比较重要一方面 有另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一方面是首富 另一方面可能对于行业来说 很难说去一直持续地干一个行业 比如说高薪到20年30年 所以我在这方面有点担心 你们对于这个住房 就是有没有什么考虑 或者是希望政府能够做点什么之类的 我肯定是期待它更多去放宽 当然 但是北京它的学生的基础也在这儿 我们的这个人数也在这儿 所以说如果说政府没法放放 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就在北京也照样买不起房 你想多贵呀 运行店都买不起 现在没有公租房吗 就是国家跟那个 国家的那个盖的房子 做个业 没有这房 我这个这个政策特别好 有钱没钱都能有房 够不够 房间住房好像有听说过 但是好像 我们那边的话是通过公司那边开始申请 但是是 也需要排队也需要积分 怎么怎么样的 我有从事现在也在住这边的房子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可以申请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今天完成了一次采访 接头的采访 然后是关于什么话题的呢 主要是关于住房的 就是客场中 本里提出了就是说住房住房 然后也提出了要持续建设 这个保障性住房 然后今天在街坊的时候就问了一下 就是比如说街上的一些住人啊 他们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那经过这样的采访 你的感受如何呢 我的感受是 其实就是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 大家其实都是看在心里的 也能够确实的感受到 比如说像今天 有很多的 比如说受采访的一些人 他们也能够提出来说 能感受到政府 其实一直在 朝着这个把这个住房的价格 都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水平 就不要从这个炒房 导致这个楼价非常的高企 然后比如说像年轻一点的受访者 他们也提到 就是政府 有在持续地去建设一些连租房 去帮助年轻人能够更好的去租房 甚至说在买房子上面也会有一些补贴 香港的房价现在怎么样了 香港的房价应该 蛮多年轻率都是维持在世界上 就是数一数二这样子的一样 楼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高 就因为我自己的 大学是在香港读的 然后当时的同学之间也是流传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宿舍 是沿海的 就可能是你 就是那句标语 是你人生唯一一次住海景房的机会 因为就是在香港 海景房真的是天文舒服 然后就算是普通的住房的话 其实年轻人想在香港之间 也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还打算回到香港买房吗 之后如果是我自己独立买房 可能也首选不是香港 可能是大湾区 因为一来就是大湾区确实给香港青年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 也是鼓励香港青年在大湾区能够置业 买房子工作 然后组建家庭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湾区会是我的首选 比起香港 香港对于年轻人口号 有一些积极的优惠措施吗 香港的话它其实也是有的 就我这个年龄层能了解到的最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我正在租房上面 其实政府其实有其公屋 还有清醒公屋 其实给一些年轻人 如果他们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公司去买房的话 其实是可以先申请公屋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居者有其屋计划 就是所谓的居屋 那也是政府会以一个相对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 去将这个房屋就是卖给 卖给一些符合资格的一些申请者 这样子 这两个是我比较了解到 就是政府去帮助 可能是申请者 就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去购买自己的这个房产的一些措施